日本人,日本公司的,在这工作的 那你刷白了,不让记得 你日本人记得,你还让中国人上帝帮代表 不太判断,判断找什么样 无所谓,无所谓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啊,一条影片又刷新了中国网红的下线 一名粉红中国网红到了北京的圆明园遗址 见到了一对日本旅客 由一名中国导游带队 正在圆明园遗址前面拍照 结果那位中国网红就乱录 导致这个拍照过程非常的不顺利 那导游就示意请他稍微让一下 等这两个日本旅客拍完啊 你要拍的话就可以换你啦 对吧,这先来hold out的问题嘛 没想到这名叫做亚人的中国网红 瞬间暴气,说 嗨,你们是日本人吗 你让我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 给日本人让位拍照,是何居心啊 于是展开了捧瓷 我们带大家来分段点评一下问题在哪 大不像,让你往那边走一点点 你在给日本人照相,让我往旁边走一点点 你在原本的地方 你是从Japan啊 我听你说日本人是从日本人 日本人是 日本人给日本人走在原本的地方 你给谁让补一下哪个国家人没有关系的 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关系 那你觉得有关系就算了 哎呦,看我给你 中国人你让我给日本人 大家,我就不让,懂吗 你可以不让,你可以不让 你往那边让一点点照个下 你是不是跟你商量吗 这句话你都别该问,懂吗,在原本人 看完第一段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种没事找事的感觉 这本来就无关国籍或是人种,对吧 先来后到嘛,他们已经在此地先拍照了 本来就让人家先拍嘛,拍完再换你 这不是国际的一种约定俗成或是默契吗 我去日本去欧美玩,也是大家先来后到嘛 先到的人先拍,后到的人等前面拍完再拍嘛 是吧,甚至如果这个点太夯 那就大家排队等着拍,不都是这样吗 全世界都一样啊 不然就是什么呢 你看到路上有人在拍照 你还会稍微躲一下,让一下 不想要干涉到别人拍照 不想要让别人的照啊 有你在里面破坏了这个美感 对吗,不管在美国,欧洲,在日本都一样 在台湾也是 甚至有些陌生人还会说 问你要不要帮你们拍 帮你们情侣拍,帮你们家庭拍 我在欧美也遇到很多啊 还有一种就是,我先帮你跟你家人拍 再换你帮我跟我家人拍 大家都是陌生人,都很友善 我在美国大峡谷这样绕一圈 我也遇到很多这个美国游客很热情啊 是吧,问说我帮你跟你女朋友拍照 就是这么热情嘛 他会说你一个台湾人在这边拍 我们美国旅客这边十几个小巴士一团的人 为什么要等你拍 还是你要先让我们拍 我们必须得先拍 因为我们是当地人,我们是本土人 这种正常的人与人交流的关系 是友善的行为 这小粉眼里变成中国人要给日本人拍照让位了 这就是干什么呢? 这就是碰瓷 故意吸流量 还扯什么 你们日本人就不该在圆明园拍照 圆明园是日本人烧的是吧? 科普一下哈 圆明园是被英国人 尔尔金下令烧的 那为什么尔尔金要下令烧这个皇家庭院呢? 因为大清逮捕了英国军官团 共39人 而大清虐S了其中13人 所以尔尔金啊 下令烧毁代表大清皇家的庭院 而大清的学者 李慈明他认为啊 这个焚烧的行为是海淀区的穷人 以及没有权利被打压的满洲奇人贵族联手计划的 并嫁获给英法联军 事实不管如何 不管是大清的子民或是英法联军 双方确实都有抢夺里面的宝武 英法联军有 大清子民也有 甚至大清子民还有抢走圆明园的石料 因为圆明园的石料即便有些被火烧过 但很多还是可以继续用的 而这些石料比他们百姓家中的食材好上太多了 因为毕竟他是皇家规格 那按理来说 你们中国人与英法人才不能去圆明园旅游打卡拍照 对吧 日本人跟圆明园八竿子打不着 他们才可以进去拍照 对吧 而我也不能理解小粉红都对大清的皇家被抢 大清的皇室战败感到义愤填膺 怎么样 你们都是赵家人 你们都信爱心绝罗是吧 那里面有你的一杯羹是吗 不好意思 没有 你们那个时候不是民主国家 现在也不是 我们接着继续看 你刚让我给日本人让做 我跟你说我不想给日本人让地 你可以 作为中国人你让我给日本人让地 大家 我就不让懂吗 我们就不让 你可以不让 日本人还拍上我了 日本人拍上我了 没有强制你 你弄这些事没有意思 怎么怎么没有意思了 你没有强制 你没有 我也没有强制你 对吧 日本人都拍上我了 不是 你不要再把这声闹大了 怎么就把这声闹心里心跳我的车啊 我的客户 给你的 给你的叫什么很重要 日本客户 我不是很重要的 你说这事就没有意思了 好好保护你的日本客户 可以可以 你没有意思 你现在叫 你现在叫 日本人 你弄这个事没有意思 不是日本人 而且我在我们国家的吗 你在你的国家 你在你的国家 咱们要不然去管理处 各位有没有发现 剧情越来越魔幻 为什么外国人在本国不能报警 所以我今天在法国被骚扰被抢劫 我不能报警求法国警方 去年你们中国网那个由头六四分 他在日本请日本警察 那这个行为是不是大逆不道呢 因为他在日本 不能请日本警察 因为他是一名中国人 我看到这个 我就必须分享我18年的经历 18年我跟我朋友在宜蘭山东公园 拍摄旅游短片 一名台湾导游 带了一个中国东北的游客到此参观拍照 因为当时早上没有什么人 而我们也是选早上的时间 过去没什么人 方便我们拍摄 我跟我朋友其中在公园里面的一个点 拍30多秒的开场短片 结果拍到一半那一名东北女生就直接乱入镜头 我们当下并没有生气 觉得他可能没有看到摄影师在前面帮我们拍 那我们也跟他说了一下 当时我还以为他跟那个台湾导游是情侣 我请他们等我们30秒到1分钟拍摄这条短片 如果等等他们有需要我们也可以帮他拍照啊 结果那名东北女生就这样 这个公园是公家的啊 大家都可以拍啊 是吧 你可以拍我也可以拍啊 所以我要在这里拍 旁边的导游就跟那个东北女生说 是我们先来的 先让我们拍 你要拍等他们拍完排队拍 但东北女生就硬要拿手机在我们前面拍 绑着我们 我跟我朋友想说算了 让他先拍嘛 我们就在旁边的椅子上等等等等等了十几分钟啊 十分钟差不多十二分钟吧 最后那个东北女生才才离开在那边呛 那我也要打着拍视频的名义在这边号啊 对吧在这边号这个东西都是你的 台湾这样好啊 这莫名其妙完全莫名其妙 我朋友听到上前要去呛啊 我们好声好气请你让我们一分钟 而且还是我们先到的是吧 你要拍你就等着在后面排队 结果你硬闯进来拍了拍了十几分钟 而且我看你那个就是故意在那边 刺激我们的情绪你真的有拍吗 那些拍了照真的能用吗 还不见得 我们如果跟你一样的个性的话 你也不用拍了 我们也学你这样乱录 导游就赶快跑过来跟我们说 哎大陆人就这样讲都讲不听啦 不好意思啦不好意思啦 我们先姑且不论中国是不是大部分的人 都抱持这样的观点 这我们姑且都不乱哦 我只能说我看到中国网红拍的这条影片 非常有即视感 如果是以这样的逻辑 那我一个台湾人在台湾的领土上 我还跟你让位拍照吗 我还跟你好声好气的讲吗 我就应该怒怼回去啊 滚回去你大清啦 滚回去你中国啦 是吧你还是个东北人 你非常有可能有满洲的协同 满清滚回去啦 我还是泰鲁阁主的 以前满清跟我们泰鲁阁主 在花莲还有大战 我们接着看下去 日本人是日本人 日本人日本公司的在这工作的 那你说白了不让进的 那您要说这个也有点 您这是管理处的意见吗 那有点有点不对吧 因为去年啊 整个一个团队 整个一个日本团队就没让进 人大家该买票买票 既然买票的管理处让进来了 您代表管理处的意见 日本人进来 你不让地方代表管理处的意见 我不代表 但是你必须要纵重我们这 我尊重了 让地方给他们日本人拍东西 我尊重你们了 看到这个管理员就更好笑了 所以我支持中国网红的说法 日本人就不让进 那我是认为 你就直接在这个园区的告示牌贴 日本人不让进 这样不就好了 你不贴嘛 是吧 你还收人家钱 收人家钱 你又不让人家进来拍 我是请各位懂日语的网友 赶快大翻译运动 搬运过去日本的网路 让日本的议员电视台看到 日本的景点也可以开始学中国这样子啊 禁止中国护照的旅客啊 干嘛让他们来这个 金国神社大闹 干嘛让他们来 耐良为这个鹿吃屎 踢鹿的头 还给他们吃中国护照 甚至让他们在日本东京的街头 S女孩子 前几天的事情 你先去叫习近平锁国啦 不准日本人跟以前欺负过中国的列强 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 西班牙意大利啊 葡萄牙诸如此类 还有俄罗斯之类的 是吧 我们接着看下去 就不说这个了 怎么把照片上 说成什么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层面 你们搞笑啊 你才是最大的汉奸走狗卖国贼了耶 你染什么西洋人的黄发 中国人是黄发吗 中国人有发明蓝发剂吗 还带西洋人发明的眼镜 这是谁发明的 还穿欧洲人发明的衬衫 你要知道啊 英法联军当时火烧圆明园 也是穿这个内衬的衬衫啊 外面披个红色的那个 红三军英军的服装啊 你还穿着衬衫 你适合居心啊 你汉奸啊 你身为一个中国人 你就应该留着大黑长发 随身带着画板 把这些汉奸走狗卖国贼的画像 赶快画下来 因为手机也是西洋人发明的概念 不管是不是华为或是小米的国产 他们的概念都是西洋人来 你应该也要随身带一个歌笼 有没有 随时飞歌传书给那个补块 然后你应该雇用标局的人来保护你 你应该上马车 而不是上这个类似什么阿法车的东西 你更不应该背着西洋人发明的鞋背包 你应该要背什么 锦囊嘛 或是把钱包盘缠 放在这个汉服的内衬里面 衣袖里面 穿草鞋或是功夫鞋 不能穿西洋人发明的 现代概念的球鞋或是运动鞋 而你家中的女性更应该裹小脚 那这名叫做亚人的中国网红 他被很多人挖出 他就是一个碰瓷大王 而且他似乎还是个小小造家人 有在英国读书留学 也有在美国读书留学 然后他曾经在19岁的时候呢 在美国加州 因为想要去S 一个当地的女孩 未税 逃回中国前被美国警方给逮捕了 最后赔了100多万才解决这件事情 有没有非常的可怜 有没有非常的可悲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拜祖 下次见了 拜 李廖 对 对